同学们 在上一个知识点 我们一起学习了通信网络的基本构成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一起讨论 如何才能够实现 从圆端到目的端的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 那我们知道 一个数据传输网络呢 它的基本功能呢 就是为圆端和目的端 选择一条合适的传输路径 从而使其能够将业务分组呢 送达到目的端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用户1的数据分组呢 就经过这样一条红色的传输路径呢 将业务呢 送达到用户目的端B 那么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数据传输网络中 到底传输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这儿给出来了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在数据传输网络中 我们要传输的基本内容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消息 实际上消息呢 会根据其应用场合不同呢 有多种多样的定义 比如说消息可以是一份电子邮件 也可以是一个文件 甚至可以是一个图片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中传输 因此都可以称之为消息 那么在实际通信过程中呢 我们通常是一种交互式的行为 也就是说 用户A在给用户B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用户B呢 也可以给用户A进行响应 那么这就是一个消息的交互的过程 那么一个消息的交互序列 被称之为一个绘画过程 那么对于数据传输网络而言 它就必须保证 每一个绘画过程 是可靠 及时高效地完成的 典型的数据传输网络 就包括分组交换网络 和ATM网络 那么在我们这门课程中 我们主要以分组交换网络为例 来给大家讨论 分组简单的来说 就是具有一定的格式的数据单元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来看 在这里 我们的一个消息 被分成了三个数据分组 那么每一个数据分组 都是由数据头和它的信息域构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分组头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指明这个目的节点 以及其他的一些网络控制信息 这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写的信一样 我们在信封上 是需要写名收信人的地址 那么我们的信息域 就如同我们信封里封的信 是一个道理 那么在分组交换网络中呢 我们会采用存储转发的方式 来将输入的分组送到目的端 那么为了将分组呢 送到目的端 在一个分组交换网络中 通常会需要完成三个基本过程 首先是分组这个消息的分段 以及分组的重装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能够将消息在网络中进行传输 我们在发端 或者说在原端 需要将消息分成合适大小的分组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将消息A呢 分成了三个分组 那么相应的 我们在接收端 就需要对接收到的分组 进行重新装配 从而恢复成原始的消息 那么第二个基本过程 就是路径的选择 那么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圆端到目的端呢 可以有多条传输这个路径 那么比如我们可以从 S到节点1 再到节点4 到节点6 再到目的节点D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径 路径B 那么这条路径是这样走的 从S到节点1 到节点2 到节点4 到节点6 再到节点D 那么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径 从S到E 3 6 D 那么由于网络的原节点 和目的节点之间 存在多条传输路径 那么因此就存在着 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 那么在一个分组交换网络中呢 我们有两种基本的 这样一个路径选择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它称之为虚电路方式 那么对于虚电路方式呢 它的要求是 在一个绘画开始过程之前 首先必须建立一条 从原端到目的端的 逻辑传输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呢 只有在有分组传递的时候呢 才占用其实际的 物理链路资源 那么这一对绘画不用的时候呢 其他用户呢 也可以来使用 这样一个传输资源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这个消息A 要传递之前 首先被分成了 这个四个分组 那么这些分组呢 在传递之前 首先要建立从S 到目的节点D的一条 这样的一个传输通道 那么后续的 所有的这个消息的数据分组 都是沿着相同的 这样一个逻辑通道来进行的 这就是典型的虚电路方式 第二种方式 我们称之为数据报方式 数据报方式和虚电路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数据报方式中 隶属于同一个消息的这些分组 是在网络中独立进行路由的 并不需要在开始传递之前呢 来建立一条所端到端的传输 所以 那么这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些不同的分组 那么他们可能是走的 不同的传输路径 到达了目的端 所以 那么也就是说 这时候呢 到达目的节点D的 这个分组呢 可能会产生乱序 那么也就后来 后面我们会学到 就需要对这些分组呢 进行重新的排序 那么在上面两个过程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还有第三个基本过程 就是网络节点的交换 那么我们 大家知道 那么对于一个节点来说呢 它会有多个输入节点 也可以有多个输出节点 那么也就是说 每一个节点呢 它实际上都会有 这个输出的链路 和输出输入的链路 那么这时候就存在 这个未处理完 必须存储的分组 那么我们交换网络的作用呢 就是根据选定的路由 将输入对列中的分组呢 将这个输入对列中的分组呢 送达到指定的输出链路中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基本过程 有了这样三个基本过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 圆端的数据分组 最终呢 选择合适的传输通道 送达目的节点 那么在这一部分 希望同学们了解 数据传输网络中 传输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分组交换网络的 三个基本过程是什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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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